别旦跟跨年相继到来 全世界在排队买礼物 中国人民却为了发烧门诊 大排长龙 短短20天 估计全中国多达2.4亿人确诊 今天我们给大家要来看到 这个独家画面 居然在中国是 一剂退烧药难求情况之下 有任何最新退烧药 北京优先 为什么变成全中国救北京呢 因为病毒开始对中南海 发动斩首攻击 今天我们要为您揭开 那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一开始 事实上是对我们来看到 整个中国解封之后的疫情 变得多紧张 没错 事实上目前 全世界都非常担心 中国的疫情 甚至美国 白宫就说这是场人道危机 那到底疫情多严重 我们从跟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说WHO跟中国关系 非常好嘛 就WHO大家现在都说了 新冠疫情的浪潮 似乎正在席卷中国大陆 然后医院似乎人满为患 甚至他们说ICU到处都是人 可能ICU也不够的一个状况 除了这个目前为止 中国医院人满为患 太平间里面停满这个尸体之外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 你这样交叉感染 这么多人感染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这个病毒 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的确看到 除了我们目前看到很多人之外 你可以看到 现在网路上很多人都传出说 我有不一样的病毒 你看这是一个女生 长得满漂亮 就没想要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你看她脸旁边 突然之间就不知道为什么 出了很多黑斑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右边看到的是之前她的样子 然后画面左边是染疫之后 她的脸整个变黑斑 而且变得很暗沉 对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还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至少已经有 大概100多种以上的 这个变种病毒在那个地方 除了这个脸黑了之外 包括说还有人说什么 我眼肿了 怎么会眼很肿的这个状况呢 甚至还有人说什么 我舌头都黑掉 所以现在其实中国 不只是弥漫的就是说 大家都染疫之外 更是有那种不知名的病毒 在笼罩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阴影 现在整个中国疫情的相关线索 当局一步一步在严控 但是我们就看到 在极其有限的画面跟讯息当中 最严重的重中之重 居然是天子脚下 对 没错 我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 因为目前中国的讯息 是封闭得相当严重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议院 在这个地方 你看 如果我们用这个地图来看 你看这整条线 可能这个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到是红色 也就是这附近 全部都是塞车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为什么会塞车呢 人家就说 这好像是有高官出事 因为这是中国高官专用的医院 你知道最近塞车之外 上一次塞车 或是封路是什么时候 君强你知道吗 就是江泽民过世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遗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结果没想到现在出现这样 所以现在北京在传言说 好像有那种中央级的 可能是有郑国籍的高官 疑似是染疫 现在网路上传的最多就是两个 一个是王沪宁 一个是赵乐际 为什么他们两个呢 因为他们两个很久没有出来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形 其实常委名单当中就有两个 如果是他们的话 那是什么概念 是病毒一步步攻向中南海 在斩首的概念 而且是来到了中南海的 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网传赵乐际跟这个王沪宁之外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现象来看的话 今年的这个12月15号的时候 16号 中国有召开一个所谓 中国中央的这个经济会议 那原本过去都是三天 就这次弄成两天 而且你知道 这次会议里面来说的话 大家很难得又集体戴上口罩 不是解封了吗 为什么又戴上口罩呢 所以大家想说 可能有非常多人在这个里面 染疫了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个会议重要 每一年的这个经济会议 这个中央经济会议来说 都是定调明年的经济会议 所以照理说 所有的高官都要出席 那特别是主管经济都要出席 好 结果你看 这次非常有意思 主管经济的 这要经济会议 主管经济的包括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管华 央行行长易纲 然后中国的政监主委议会满 还有沈记长的侯凯 这几个都是在管经济 你管经济的主管在经济会议 居然没有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点名的这些 你也想当然你一定要是出席的 一定要来 那有你的名牌的 你要现身的 这些都没来 这些都主管经济 你要经济会议 就这些 央行行长没有来 你觉得这个经济会议 那你开了有什么用 这个太奇怪了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是年底 最重要的一场经济会议 会明年定谋的 对 没错 就你看央行行长 还有证监会主委没有来 这就是很怪的一件事 所以就说恐怕染疫的状况 比大家想象中都还更严重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网络上最近还有这个 12月20号有一个红头文件 这个红头文件是湖南省 那为什么 这是湖南省新冠肺炎的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这个医疗救助组 他们就说我们准备要急救 筹筑一些所谓重症病患医疗 资源北京市 所以到事实上现在可能北京的疫情 比大家想象的都更加严重 连湖南都动起来 我不相信湖南现在可以 豪诊乙霞 高诊无忧 疫情肯定也紧张 居然连他们都要组成 所谓的紧急救援队 要入京去支援 全中国救北京吗 是 没错 现在只能够这个样子 你要只能够救最危急的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北京这么危急 我们看最近很多照片 都从北京流传出来 包括说你看 因为北京的重症病患 那么多 你看 尤其这一波很多老人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就没有 这个急诊室里面 大家躺着 就还有一个人就只能躺在地板上 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 整个病房术 整个这个急救东西都完全不够 甚至还有什么样一个状况 你知道我们很多老人可能临时就危急 他要做这个CPR 就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就在地板上面 就就地只能帮他做CPR 不然的话 可能他就会过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两段画面看起来 医院几层超乎想象 病床跟病床重症的地上 躺满了病患 每一个人都是呼吸器 连外面的走廊椅子也坐满了 我要压你CPR都还在地上压 没错 你就知道说 自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医疗可能超过负荷 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我们刚才讲的北京往南边去走 深圳目前为止也是疫情相当严重 我们跟大家看 目前他们要排队去所谓发烧门诊 至少你看这个里面有个15 事实上要排15个小时左右 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人山人海 排队的画面是绵言不绝的这个状况 然后结果有人在网络上就对比 他们在排队 美国人也在排队 美国人在排队买什么 他们等着要买耶诞礼物 等着要买球鞋 所以你知道一张排队 但是两个不同的局面 除了这个之外 在浙江金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大家排队要做什么 就像这样他们排队要打点滴 因为目前点滴真的不够 他们现在只能够身体不舒服 看能不能打个点滴 来增强自己的保护力 这个画面看了都真的 让我们非常的难过 另外还有什么画面 你看这是重庆的殡仪馆 其实重庆殡仪馆来说 其实不只是重庆 目前全中国的殡仪馆 大概都是这样堆满了遗体 整个遗体都是一句一句 然后他们等候整个要火化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整个 这个殡仪馆的火化 火葬场完全都是超负荷的一个状态 好 那看到这些画面之后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大家辞员北京 对不对 就前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这个中国的新京报城又有报导过 他说多批的这个部落分 运往北京发达 方往北京各区这个画面 结果没想到 就这样 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你知道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个画面 我们现在是直接 再把它找出来这个画面给大家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为什么会被下降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在那边抗议说 大家都没有退烧药 你退烧药优先中北京 那我们南昌的命不是命 我们上海的命不是命 我们哪里的命不是命吗 大家全中国在反抗 就后来要把这个片下架 下架之后我们这是独家 把你找出来 那你看看原本被下架的这个画面 这一段画面真的看得会惹民怨 会不会在撩拨什么样的风暴 你看昨天我们才讲过 排了十几个小时 才等到了两颗的退烧药 结果你现在一箱一箱的退烧药 直接往北京送 其他地方就更难买了 对 为什么大家会非常的生气 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的疫情 不是只有北京严重 是各地都很严重 我们这是网路上在传了一个这么 所以你看2022年12月21号 中国的国家卫健委的会议纪要里面 他说到了一件事 他说12月20号全中国估算的 新增感染人数是3699.64万 这个数字 另外一个12月1号到20号 全国估算累积染疫人数是2.48亿 然后感染率来到17.36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是完全 大家完全在疫情在大爆发的一个状态 2.48亿这样一个数字非常惊人 除了这个数字之外 现在周边国家显然感受到各种的压力 特别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跟韩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 就在往韩国开了第一枪 他说16号开始 我们将中国列为重要的这个检疫 从这个查验的这个重点国家 就是你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很好好的这个查验 你的相关的这个疫苗 或相关的一些数据 你就说事实上现在中国的疫情 真的邻国都开始紧张起来了 一个配套没做足的仓促解封 被形容是和冬天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又缺工又缺单的情况之下 居然越来越多的工厂 各地都一样 一放大假放60天 你就回去过年 放到元宵之后 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 到底这个经济的和冬天 有多冷 我觉得这个真的 一直到明年春天 恐怕都不会回春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很多人说工厂照开 问题是你染疫的时候 很多人也不敢去工厂 所以现在是即使开工 大家都不要来 那厂商或是业者很简单 那我就直接让你们放假嘛 你看这是一个在中国筹督网 他公布了 他说在江苏这一带 因为江苏这一带 有非常多的染疹公司 他是成医的大重症 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跟你讲 你看这是春节放假通知 你看我们公司的研究之后 春节放假从这个 2022年的12月1号 开工时间预定 定了明年的2月2号 就让你直接放60天 你放60天这还是好的 居然在看另外一个放假通知 他说我们从2022年的12月5号 开始放年假 年后开工期限待定 就是有可能会无限期延后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的 工人就是说真的要上工 可能也没错上工 甚至没有人敢上工的局面 这个对工艺链的冲击 恐怕会非常的重大 好 那因为国内不行 所以他们现在往外跑 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他们第13届的 中国跟阿拉伯 这个阿联酋他们所谓的贸易博览会 在杜拜世贸中心展开 结果没想到中国企业 中国不行 我到海外去可以吧 结果没想到中国企业 大举的到那个地方 根据这一次的统计里面来说话 线下有600多家企业到那个地方 就是包机到那个地方去 那线上有400多家企业参与 所以约莫有1000家 大家只能够把商机 摆在海外的这个市场 那为什么摆在海外的市场 因为事实上在今年2月发布 所谓2021年一带一路的 这个投资报告里面有说到 他说中国在2021年在阿拉伯国家 还有中东地区的这个投资 比前一年大概大增约莫 是360%左右 另外一个基础建设的 这个总合同的这个成长率 也高达大概116%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既然目前国内的经济 恐怕是一个合冬天之外 那我们要找个春天 所以现在就往阿拉伯世界去发展 上次前一阵子来说的话 这个习近平也去访问了 这个中东这些地区 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他们把重心 都放在这个中东 那为什么放在中东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2012年 他不是推出所谓的思路吗 有所谓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思路 还有海上的思路 那你仔细来看 这是所谓的路上思路这一条线 它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它画出来 那这是所谓海上的思路这条线 今天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哪里 这个就是中东的这个位置 所以也就是说 你不论是要从海上思路 叫过去 或者说你要从路上思路过去来说 中东都是中间的这个重中之重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时候 即使在中国经济 这么寒冷的冬天里面 他们还是要非常重视 跟中东的互相往来的这个局面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划针酱 知道吗 让你心词 都是专家 所有人都想要 今在这边 他根本都会那么压烦 现在 刚才